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期持有 保值率差点也没关系 是这样 韩系车现在产品力下降的很厉害 圣达卖的也不是很好 如果您要是喜欢这种中型SUV 我给您推荐 日系的您可以考虑30的欧兰德2.4 5座4区的 你能买到旗舰版 然后还有什么呢 许和兰的探戒者1.5T的 这车认质度都偏低 但是优惠力度不大 性价比高 而且用起来这两个车问题都不大 保有量和认知度虽然不如强势的日德系品牌 但是它们都是好车 看看您当地的优惠力度 在这两个里边选一个吧 胡老师 你好 向10万入手一辆小轿车 保质动力足 有什么推荐的 看了起压值得入手吗 谢谢您 起压车也是韩系品牌 这个车现在怎么说好呢 产品力低下 存在感很低 我就不推荐了 10万以下买轿车呢 合资品牌你可以考虑什么呢 现在英朗的四缸 优惠力度能达到5万 这真便宜 它的L2B发动机虽然老点 搭配在6AT还算比较靠谱 毕竟这么大小的车 合资品牌可以考虑 再就是什么呢 小一点的车 你像飞度 像微池 本田丰田的口碑和认知度都很好 品质也很好 就是配置低点 车小点 如果您要是能接受自作品牌 你像秦瑞的艾瑞泽武 长安的异动 还有吉利的地豪 这些车都不错 我个人感觉咱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自作品牌现在进展层数 在我说的三种自作品牌里 包括比亚迪 都是挺靠谱的 选一个吧 胡老师 三菱的竞选这车能买吗 品质咋样 很喜欢这款车的大小 阳刚 但听说这车没有ASP 好纠结 三菱竞选是小SUV 这个车现在只能说是一般 这个级别的合资品牌的小SUV 卖的最好的是广本的宾志和东本的XRV 价格便宜 量有足 最主要它这1.5的VTAC机器也没什么负面的消息 CVT的变速箱也没听说过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要是喜欢进炫的话 我建议您看看品质 现在还有优惠 本田的保值率肯定比30强 而且用起来实话实说确实不错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您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呢 可以关注我们头条号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观看